下面呢我们看一下第34个多多呢是初级语法 但是呢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啊 绝大部分中高级参加中高级考试的人 即便是能够五六级的人啊 很多人呢是不会用多 就是说看懂这个呢非常简单 但是呢这个呢如果是写到这个文章里边呢 是啊有一定的困难啊 能写对的人啊凤毛麟角啊可以这么说 首先这个多呢表示也啊 那为什么它很难呢 这是因为啊 很多人不清楚这个多我到底接在哪个单词的后边 所以说呢主要是错在这个地方啊 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 多呢只有一个就是前面是开音节还是避音节都是加多 没有什么一多啊这样的一个用法 我们看一下例子 那前面没有这个句子的话你可以单独直接这么写嘛不能啊不能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 就一上来就有一个多啊就让人觉得很困惑啊 就让人觉得很困惑啊前面没有任何的铺垫你不能用的啊 我喜欢韩饭也喜欢中餐 这个时候多多呢是可以啊两个一起用 好这个是出击语法多 好这个是出击语法多